就叫做真熟家宝 金刚真熟家宝 这个范模拟宝 范是很清净的 这个模拟呢 是种乳衣的 而且是透明的 既清净又透明的这种乳衣宝 还有妙珍珠王 这个王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珍珠边缀起来的 一个一个珍珠 编成那么大的王 而且这珍珠是妙珍珠王 那么用这些宝跟这个妙珍珠王 一位教室啊 教室就是装饰 用这些宝跟这个宝网啊 来装饰这个莲花台 你可以想想看 佛所称作的那个莲花台啊 多么的庄严 那么上面是讲这个刚才讲的这一段 是讲这个 这个花座上面的这些宝网装饰 再下面就说 这个预期台上自然而有四珠宝床啊 那么在这个莲花台上啊 除了上面那些那些宝网 那些宝网的猪网来装饰之外 那么这个在台上呢 自然又有了 有什么呢 宝床啊 四柱宝床就四根了 四根那个宝床啊 床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小柱子那么那么那么大 一一宝床呢 每一根每一柱宝床啊 如过千万亿虚弥山啊 你想想看这个宝床有多大 我们这个讲这个虚弥山啊 普通人家说我们这个虚弥山就喜马拉雅山 其实那不是的 虚弥山我们凡夫 我们人家的这个众生看不见的 简直看不见 为什么看不见 你说看不见哪一个理由呢 并不是说我们看不见就没有啊 不是说别的 就像我们这一个桌子 一个桌子在眼 蚂蚁的眼里边 它就看不见 你不能说就蚂蚁的立场来讲啊 这个我看不见我就没有 我就不承认这个桌子 你这个这个桌子不能因为你蚂蚁看不见 你否定了一个桌子就不存在 不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人的眼睛呢 看虚弥山就等于那个眼 蚂蚁看这个桌子呀 看不到的 我们的境界我们的心理太小了 所以真正的虚弥山 不是西马拉雅山那么小 那么这个他这个这个宝床啊 花座上这个花台上有四有四个宝床 每一个宝床有多大呢 如百千万亿虚弥山呢 一座虚弥山我们我们反复眼都看不见了 何况还加起来有百千万亿那么多的虚弥山 你想想吧 那一个宝床也那么大 四个宝床有多大呢 加起来又有多大呢 嗯 那么这个宝床上面有宝蔓呢 蔓就是你们说那个这个 我们这个上面有上面佛堂里有挂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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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啊 那么这个床上有宝蔓 那个宝蔓呢如夜幕天宫啊 夜幕天宫就是这个玉界天的啊 玉界的第三层天 那么这个第三层天的这个夜幕天呢 叫做翻译成中国意思就叫做善史 善就是啊 就这个尽善尽美的那个山子 慈善的山子 时呢就是时候什么时候的那个是善史 为什么叫做善史呢 因为玉界第三天呢 那一层天呢天的光明非常好 光明照的是没有昼夜的 我们人家呢有白天有夜间 在这个夜幕天那个那个叫善史啊 它是昼夜间都是一片光明 那就是夜幕天宫 那就是夜幕天宫 那个窗上的宝们 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像夜幕天宫那样好 再有呢 再有呢 五百亿的伟妙宝珠 一位映尼 这个像这个夜幕天宫 这种宝们呢 宝们上面富有 再有五百亿那么多的伟妙的宝珠 那个宝珠好的是非常伟妙 好的基础了 叫做伟妙 由那些宝珠啊 来映尸 来互相这个照射的做这个做这个装饰 那么他为什么能够照呢 就是因为他个每一个宝珠上面呢 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啊 而一亿光呢 每一个八万四千光 每一光上面有八万四千亿种金色 这就是完全要我我们想象的力量了 想象力什么 比如我们所看见的那个金是金黄色了 金黄色就是一种了 他那是金色是不错啊 有八万四千不同的一种就是不同种类的那种颜色 在金色之中就有八万四千种的金色 这个我们的时间上想都想不到的 想象不到啊 这个 这一段呢 是讲的这个宝床上面的这种庄严 这个莲花座上面有四根宝床 宝床上面就有这么多的庄严 讲到刚才这里为止 那么前面那个另起莲花一夜上啊 从哪里开始到这里为止 这是一大段 这一大段呢 讲的就是说 那个先看这一朵莲花 莲花叶 莲花叶家的烛光 再看莲花之中的那个滑台 滑台这个上面有这个宝床 啊 这些个 就整个这一段就说一个 这个莲花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要仔细分析来的话 那个既高大又这个广阔 简直是我们这个心的繁复性受不了 关不了 但是前面就是我们根据祖师里所讲啊 一定要我们现在是所以看不了那么大 就是因为我们反复的心呢 心量瞎小啊 比如说看整个就是一片椰子都看不清楚啊 但是你要用功万愿放下 万愿放下就把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 我们心思在这个世间的话 就把这个世间的那些那些假法 这个事情把我们心的幽浮住了 放不开了 我们把这个世间的万愿放下了 入了定 有了定力了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放开了 心量一放开的时候啊 就能 那个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一大段呢 是看那个种子的状况 感觉看不清楚 看不了那么多的就是 要自己要放下万愿看 放下万愿来想 自自然然的 我们就能够进入情况了 那么下面这一段呢 就是说 我们不但要看这个 把这个莲花这个花台看清楚了 看清楚这个莲花台这样好 这样有这么多的珠光等等的 有什么用处呢 下面就说了 一亿金色 片季宝土啊 每 那就是八万四千种一种金色了 每一种金色呢 普遍的呀 普遍的呀 照在那个那个 整个极乐世界那个宝土 照那个宝土做什么用呢 处处有变化了 那个光啊 那个金色光啊 普遍的照在那个世界上 那个一片那个土上 那在各处都这个起变化 变化化作什么呢 各做异象啊 化作种种不同的那个 那个形状 哪些形状呢 或为金刚台 或有金刚做的那个那个花台 或者是作为这个珍珠网 或者是做这个这个杂花云 有各种花了 那个这个结成的一种云彩 那么这些都做成功啊 与十方面呢 在这个 与这个所谓十方面 就对这个极乐世界来讲的 就是在这个极乐世界 十方以外的 十方面的这个外界的世界 随意变化 始作复始 你可以看的时候啊 那个光啊 可以 你就是你这个 这个花 花台 也是花作 观成功了 那么这个 可以看得见 十方世界的那个 种种世界 这个 十作佛事 十方世界的佛事 你都看得清楚 那看了个佛事 那就不得了了 在小弥陀经里面 就是这个 每天秦城啊 到这个 供养塔方 十万亿佛图 供养佛 供养佛干什么呢 供养佛就学法了 修佛法了 他这个 观成功了 可以看得见的 随便变现的 十方世界的那些佛事 看见佛事 你就学到那些佛的方法 这是啊 得到那些好处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 也是算是一大段 这一大段 主要就是讲的 能够这个 修成功了 就得到这样 看看那个花台 就得到这些佛法 学到这些佛法 那么下面就 诗为花作响 明地气馆 这做一个 一个节 节语 这个呢 以上所讲的 这叫做花作响 你的观想 叫做观想花作的 叫做花作响 这个在十六观里边 叫做 这是排列在 第七观 这个花作响 这个花作 以及这样 这些变化 怎么来的 啊 那么就要想了 下面就说了 佛高 我呢 释迦摩尼佛 就告诉我呢 如此妙化了 像这样的这个 这种美妙的 这种这种莲花了 是本 法藏比丘 阅历所成 法藏比丘 就是 阿弥陀佛 在过去 世自在王佛 那里 那个时候 出家 做比丘 名字叫做 法藏比丘 他在世自在王佛 面前 发了四十八大悦 其中就有这个悦 然后他 由他这个愿力啊 成了佛 也造就了极乐世界 整个极乐世界 有多少遍地 就是这个莲花 也就是由他的愿力 所成就的 这一大段是讲出这个 这个莲花的来历 是怎么来的 下面就讲 这个 这个以上是 佛给当时 阿弥陀佛 跟这个 威提西夫人 讲的啦 那么前面 威提西夫人 不是请 佛讲之后 为未来的众生 来 来请法的吗 下面就是 对未来众生 所得的利益 讲的 佛说 若欲 念比异佛者啊 念比异佛 就是观想 若 若是想观想 那个极乐世界 那个佛 我们托佛 当先做此花座 想 你先要 想那个花座 观想那个花座 做此想时呢 你怎么想法的呢 不得杂观啊 不得这个杂乱的观啊 要有顺序 有次第的 怎么顺序 次第呢 就是这个 这个 接应一亿观之 就是上面 讲的那个 一层一层的 怎么一层一层观呢 一叶 一叶 一珠 每一片 这个 每一 这个 这个 这个花担子 每一个珠 珠 珠发的 这个一叶光 一叶台 一叶床 皆令分明啊 按照这个次第 换句话说 这个 这个 叶 珠 光 台 床 按照这个次第啊 看得 清清楚楚 皆令分明 不能乱 你不能说我 我先看光 然后看夜 那不行 你必须先看夜 然后看住 看光 看台 看床 按照上面 讲这个次序 那么 看得清清楚楚啊 如有镜中 自见面相呢 你这样看 按照这个次第看呢 就想拉个镜子 拿一把镜子 一看呢 照进自己的面貌一样的 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 这样看得清清楚楚的啊 慈祥 成者 这个观想 就指的这个 华祖祥 这个华祖祥 观成功了 得的利益 那就不得了了 下面就说 灭除 五万亿劫 生死之罪啊 我们终身在世间 我们这个生命啊 不是现在就这一生啊 这一生 以前有多少生啊 从无始以来 我们就有这个生啊 生生所造的这个罪业 造的那个生死的 这个罪业有多少啊 那么就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那么他这个观想成功呢 可以灭除 灭除这些罪业 灭除多少呢 灭除五万亿劫 换句话说 我们的生命的生 这个生生死死 生生死死啊 加起来有五万亿劫 那么多啊 那么多生死的大罪业 大罪业了 你这一观想成功 你这一观想成功就可以灭除那么多的生死之罪 灭了这么多的罪 灾呢 就是另外一个最大的呢 这个好处了 就是必定当生极乐世界啊 我们这个最重的是就是业障太重啊 业障太重啊 太多的话 往生有问题的 所以必定啊 要求这个业障减轻 业障减轻的人的话到寿命中了的时候 自己也能够做得了主 就是稍微功 这功夫差一点呢 由别人来注念呢 就很快就把自己的正念就帮助提起来了 这就是能够往生的 他这个功夫不得了啊 这个因为观想这样成就了 曾经亲眼看见过 极乐世界佛所做的这个莲花台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必然的 他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 是一定的 绝对保险的 一定能够啊 升到极乐世界 最后 做事官者啊 做这个华作官 照前面搜讲这个方法 这样官呢 名为正官呢 所谓这个 观想念佛不容易的啊 我们在这的话 我们大家没有办法 用这个方法来做官的 不过了解好 了解帮助我们持命念佛啊 我们了解很多道理 那么这叫做正官 如果他官的呀 他官的官的不是这样 不像经文里面所讲的 这个我们就真正的得到好处了 你不了解这个官经理所讲这些这些方法和道理啊 现在这个尤其末法时代 人家 人家我有这个有那个讲的 我们究竟是 哪个好啊 那就不是这样的话 做他官叫做协官呢 那就不如法的叫协官 协官就不得了了 千万要不得 那么这个最后就说明了辨别什么是正 什么是协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观想念佛 持命念佛都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就讲这讲这一段